尸体从大腿根部和小腿膝关节处被分解成四部分 竹兰最终的死亡原因是重度颅内损伤合并 谢谢你修口 不理解的是他为什么会做这样残忍的事情 而且做了以后为什么还会那样的瓶颈 包括跟他的朋友聊QQ什么的 当天凌晨在竹兰被害后 张浩并没有立刻处理尸体 而是坐在电脑旁打开QQ聊天 在这期间他先后把自己杀人的事情告诉了八位同学 这个床下弥天大祸的人为什么 想相信这个事情 这么好一个孩子不会做出这样的事 训练人特别的难过 这确实让人无法接受难以相信 张浩出生于干部家庭 从小就非常有音乐天分 钢琴弹得好 歌唱得好 舞跳得好 从来没想到这么优秀的一个孩子 是在流行音乐这一块特别有天赋 每次就问宠物医院的电话是多少 那时候我就觉得挺奇怪的 然后后来跟我说 他说他救了一只小狗 被一群小孩欺负得特别惨 然后他想去带他到宠物医院去看一看 然后我就觉得他挺有爱心 爱唱歌的孩子学不坏 所以我一直坚信这一点 一直通过歌曲的这种艺术形式 然后孩子们张浩也就不例外 所以我没想到会出这样的意外 爱唱歌的孩子心里头 不该有丑恶阴暗的角落 而生活中的张浩呢 也正是这样一个好的 让人心疼的男孩 连流浪的小猫小狗都不忍伤害他 怎么会残忍的碎尸呢 感到我莫名其妙 他跟我说 你小孩是不是有精神抑郁症 我在想这个事情 这也没有充分的理由 让我相信这个事情会发生 不久鉴定的结果出来了 张浩的父母一看结果 杀了 他没有这种就是精神方面的问题 所以这个应该是可以排除的 对于张浩的父母来说 他们当宁可儿子是精神病 也不希望他是杀人狂 这辜负了他们二十年的苦心教育部 说最主要的杀人可是要长命也要 怎么会是这么一个结果呢 我小孩如果他的精神是真实的 那么就是他是故意干的 那么他要冬季何在 冬季何在 过程如何 这就是一个人批判 冬季传部 这个困惑仍然没有钱 2009年6月张浩被批准 正式逮捕 警方以故意杀人罪 对张浩提起了公诉 一审开庭前 张家勇为儿子找了一个律师 律师姓罗 在宁町市非常有名 带领过很多重大恶性案件 就在开庭前两天 这个罗律师啊 突然急三火四地 给张家勇打来了电话说 老张啊 我刚看完卷宗 我怎么觉得这个案子有点不对啊 他认定的是 张浩是先用刀刺 过后才是用哑铃砸住了他的头部 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 他们的指控的事实的话 跟事件报告就有很大的矛盾了 这位经验丰富的罗律师 在翻阅了卷宗之后 竟好像掉进了层层迷雾之中 原来他发现了 警方对张浩的五次审问笔录 和尸检报告的描述 其实有很多矛盾的地方 朱南是体育学院的毕业生 身高是1米73 而张浩的只有1米65 朱南就是 如果说他是先被刀刺 在一刀不能死他毕命的情况下面 那么他出于一种本能 他肯定要反抗 如果说在反抗的情况下面 他的背部的伤情 就不可能像这样 好像是一动不动的 任意别人怎么才会形成 集中的一个区域内的13道 那么小就会出来刀判应该是一动不动的 对方就会出现 也不敢说的 感谢观看